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个话题 因为我感觉这几天都是零确诊 然后天气又渐渐热起来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好像进入夏天前那些 跟饮料有关的股票可能会好一些 然后昨天又看到六角 那个就莫名其妙的涨上来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挑一下 这个接近夏天的时候业绩会比较好的股票 好所以我就写了一个脚本 那这个脚本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去拿那个过去三个月的 应该讲过去三年的这个月的营收 跟上个月的营收 跟上上个月的营收 那把它加起来 它除以三 然后就会有WEWW3 那这个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是从现在开始往前三个月的 营收的平均值 然后呢我们再用F1 F2 F3 去计算说过去三年 从现在开始下个月下下个月下下下个月的 过未来三个月的营业额 然后呢我们就去说 如果这个未来三个月的营业额都比 从现在开始算的往前三个月的营业额的 平均值都大于一成的话 而且主力又买超的话 那我们就 就 挑出这样子的股票 好那这样子的股票 为什么要特别再把主力买卖超加进去呢 因为今年其实 有点乱了 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 好那所以我们就是 先挑出 过去三年每一年 未来三个月的营业额都比过去三个月的营业额高一成 然后呢现在主力又买超 这大概是我的基本的想法 好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忘记要来了 这样子的一个选股的脚本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加入选股 好那加入选股的时候 这里要记得因为我们是用那个 用那个 月营收来算 所以这里要用月 频率要改成月资料 OK 好那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 我们可能再去过滤一下成家量 有一千张的大于一千张的股票 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调股票 好那 好调出来了 好那我就用逐利买卖超来排序 OK那所以各位可以就就可以看到说 很奇特的 这些股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 接下来三个月都比去年成长一成以上 好那好像也没有挑到什么那个 那个 那个 大概除了卫权是跟食品的有关的 其他的倒是倒还没有 没有看到 好 好那 anyway 这是一个方式 然后挑出来的股票 它代表就是说 是未来三个月 如果传统上来讲 大概都是进入旺季 好那所以这其实还是一个 还还蛮有趣的一个 寻谷方向 那我其实有用这个 类似这样子的脚本 然后呢再去加上主力啦 加上那个他的现行 然后去写了一个 呃 交易策略 那这个交易策略 其实在过往的胜率还不错 当然这一次那个崩盘的时候 就也都蛮惨的 好 那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那个忘记要来了的一个脚本 跟交易策略 那脚本我待会也会把它附在留言区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报告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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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